廉价前台股创下历史高 接下来该怎么走呢 这几个产业要好好注意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我是李欧 台股今天是创下了盘中一路创下历史高 那最后是收在16571点 那接下来有一个消息 就是台股要涨价到2022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 台股历史高的下一步怎么走呢 好 台北股市今天真的不得了 今天是清明廉价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照理来讲 所有投资人都想要逢高卖股票 尤其是今天创历史高 但是今天竟然还大涨140点 收在相对高 虽然没有收在16602 但是也收在相对高 可是你仔细回想一下 昨天是跌100多点 对 就今天是完全涨回来 对 那代表什么意思 很简单 它就代表着清明廉价之后 如果国际股市没有什么意外状况 照理来讲它要继续涨 因为今天外资还是持续不断的买超 更何况你要仔细思考 是谁 是谁带动台北股市今天创历史高的台积电 没错嘛 台积电 好 台积电在哪里 今天602块 你仔细想想 台积电目前602 前面的高点是679 对 它是第一大全职股 全重占30% 哇 我涨到649 大盘已经16602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哦 如果台积电回到679 哇 假设啦 我说假设 回到679 之前是跌11%下来嘛 那大概台北股市还会再涨超过 差不多600点左右 那你要想哦 现在还差那么远 再涨600点 16602 再加600点 已经17200点左右了 对 很惊人 很可怕 那我们刚刚提到主题是什么 台积电涨价到2022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因为接下来台积电 它开发的5奈米制程 还有3奈米制程 制程是不是越来越先进 对 而且它资本支出 都是上千亿元的 花这么多钱 盖先进的工厂 你觉得涨价合不合理 合理呀 那如果它的产品涨价 那它的营收是不是会变大 没错 没错嘛 那2021 2022 它的营收变大 那会不会 股价 比今年来得更成长 一定会的嘛 获利有会更多 那股价当然有机会 持续不断的往上走高 就像我们这个图所做的预估嘛 如果台积电回到679 之前所有的投资票全部都解套了 那台北股市已经到17000点之上了哦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 这个台积电的部分也涨蛮多的 也涨蛮多的 也算是贡献大概130点左右啦 哇 所以我想几乎是台积电贡献的 好那接下来 那个清明年假之后 到底哪些股票会涨 还有指数在4月份 会不会大涨特涨呢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台积电保持这个势头 一定会呀 一定会嘛 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从过去25年 26年长期的统计来看 4月天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啦 上涨几率是44% 下跌是56% 感觉上跌比较多 可是实际上下跌的这56% 平均跌幅只有0.2% 那像上涨的44% 平均涨幅只有0.9% 所以理论上 还是一个区间的相形震荡整理 重点还是要看个股 哪些个股 比如像台积电 他休息一阵子 那连电看起来有好一些 因为头心在韧阳嘛 那我自己的看法 我看比较远 我看未来 我认为第三代半导体 比如像我看好的这个汉雷部分 有机会在廉价过后 开始就往上做攻击 这是我对中长期的一个看法 那或者是新年的明星产业 mini LED嘛 那大家都知道 我最看好的是 红海旗下的小金机 做LED封测的这个融创 其实他最近在哼盘整理 哼盘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他也有机会往上做攻击 毕竟这是今年的主要产业趋势 因为iPad Pro 其实用mini LED当这个背光源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那包含像我们家族成员 持有的3591的爱迪森 发明家 发明什么灯泡 他就是mini LED的持组啊 你自己想 爱迪森今天创波段新高 很多人觉得说这涨好多 拜托你看一下 月线 这是不是底部十年模一件 之前最高是194.5 最低7.5 现在还收多少 今天收24.9 其实还是在底部 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投资 在选股票的时候 大盘在16000点 很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像这种股票 大盘的相对位置 不到1万点 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不能投资呢 又是今年的一个明星大产业 好的 那假设这些你还是会害怕 你只想买法人的爱买股票 有啊 像金融 新元代工 面板 航运 航运间 航海王 两只都创新高嘛 那比如像太阳能 元金 这表现都不错啊 这些都是法人买差的标的 那以上 就提供给哥哥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咯 谢谢Leo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也欢迎加入Leo的赖群组 跟Telegan 财经的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